说起林志玲,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她那甜美的声音和修长白皙的大长腿 她的气质清新脱俗,被网友称作台湾第一美女 众所周知,林志玲是模特出身 2007年因与梁朝伟合作,致闭 而正式进军演示圈 后凭借清纯尽力的外貌和精湛的演技 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不过,林志玲在娱乐圈的说服力 不仅局限于她的演艺成就 还在于她的人品和才华 不过,双伤爆表林志玲 也会在爱情路上栽跟头 她和严承旭的恋情 可谓是轰动一时 记得林志玲不小心 摔断了胸部六根肋骨的时候 严承旭就不顾公司的阻挠,私自去看望了林志玲 不过,她俩还是没能走到最后 话说回来,林志玲和严承旭的 这段恋情也是分分合合长达五年 直到2005年才分手 分手后 严承旭把林志玲放在心底 林志玲同样也没忘记过严承旭 可见 她俩真的爱得很深 可惜家人及世俗不能接受他们两个在一起 确实,当时林志玲和严承旭的这段姐弟恋被曝光之后 就被许多人不看好 严承旭的公司更是百般阻挠 后来林志玲也含泪说出了分手的真相 很大部分是因为自己的家人不同意 但她不过是在保护严承旭罢了 难怪严承旭始终不愿意提及 对此,就有不少人表示很心疼林志玲 如今她已经43岁了 却还是单身 不过,正如赵川所说的 有些人错过就错过了 没必要再追究 终究是没有意义的 确实,我们一生 总会错过了自己认为的那个对的 有的人还在那里等你 而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赵川在 现在就告白3的点评总是让人印象深刻 在第三期中 就有一位勇敢像15年男闺蜜表白的女生 最后男生也承认自己爱了很久 只是一直不敢说 所以说,爱情到了就应该珍惜 不要爱到分才显珍贵 很多人都不懂珍惜拥有 直到失去才看到 其实那最熟悉的才是最珍贵的 别像严承旭和林志玲一样 明明互相深爱 却不敢说出口 林志玲曾说要嫁黄渤这样的温暖又踏实的好男人 而黄渤也曾祝福林志玲早日找到自己的真爱 林志玲听完很感动 对此,就有网友喊话严承旭 都不年轻了 别遮耿了 喜欢就在一起吧 那么,你们喜欢